嘿 今天我們來做蝦米蔥油拌麵 因為好多人出不了門啊 就想給大家帶來一個簡單上手又非常好吃的拌麵系列 那第一個重點呢 我覺得蒜要夠多 我們要切成蒜片等等用油去煎它 蔥呢 一半切抹 一半留著長段 小火熱鍋之後啊 把蝦米 蒜片跟蔥段放進來 我們要花10到15分鐘慢慢的炒 炒出它的香氣 最好呢 是這個蔥段會有點乾乾的樣子 然後燒一鍋水 煮一份自己喜歡的麵條 再來呢 我們加入一點蠔油在鍋中 一點點的生抽 還有一點點的醋跟香油 最後再來一點白胡椒粉 把它拌勻啊 麵煮好了之後 我們放回鍋中 慢慢的去拌它 剛才切的蔥末也可以加進來了 如果你覺得味道不夠 還可以補一點蠔油 辣油 推薦你們用深一點的鍋子啊 唯一的重點啊 就是一開始的步驟要小火 有耐心的去煎它 然後 我後來覺得再加一顆荷包蛋會更好吃 那就祝你們用餐愉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